在渔港前开店做生意 不卖热炒海鲜 却卖烟熏鸭肉 这个六年级老板 被好多人笑是傻子 但是他有自己的理想 过去在新竹的客家餐厅工作 现在回到故乡 一心想把学到的客家古早味带回来 收起这道用客家古法烟熏的鸭子 做法相当费时费工 如果没有一点坚持的傻劲 还真的做不来 日震当中的南方澳小港 一家三三两两 周间平日 少了小吃热炒的喧闹 就连客人也学起迟来的船只 悠悠哉哉漫步调 偏偏港口正对面 临家风格的小馆不烤海鲜 却愁起新鸭肉面和鸭血 但怪了客人一尝 还真的像西鸭片 情不自禁忘在榴莲 感觉到这个都没有什么鸭腥味 以前我也不知道什么叫鸭片 原来是这个叫鸭片 很好吃 我们鸭鸭鸭 很好吃 如果去打开我就去打吃 现在在南方澳 我就满吃来吃 因为我平常其实不太吃鸭肉 只有来这边才会吃 就觉得它的味道蛮特别 而且很入味 然后又很嫩 充满温度的美味 背后往往应该也有这么一味 可能梦幻也可能难相处的大厨 而59年次的吴凯明 小平头烙腮糊 底蕁明明很热情 倒是一进厨房 就秒变盛化大叔 单单鸭的味道太单调 有猪的骨头的话 比较会甜一点 传统手工薰鸭肉 首先烫的不是鸭 反而是猪 并且从汆烫烟熏到静止 一烫四个小时 却只能做出酒制 因为以前我在新竹待过 就很喜欢那边的 鸭肉面小吃 你是在那边工作 对 然后那边的师傅教我 烈火下 滚烫的猪骨高汤 冒出清香 但鸭子却不是一股脑儿 一块儿丢下煮熟就好 来来回回 要像泡汤 冷热不时交替 鸡肉才能被放松疗愈 鸭肉也趁这个时候 告诉他说 在完成的时候 尽量好吃一点 这个鸭油 夹紧鸭油 特殊的煮鸭手法 乍看别有一番已逝的神秘 尤其闷烧时 居然还有经济 把刚刚放下去的鸭肉 让它在汤头底下 不能让它冒出头 如果不鸭的话 怕煮熟的鸭子就飞掉了 总在正经八百的时候 冷不防就穿了点无事幽默 这个年轻时学隐居的私厨 怎么也没想过 毕业后的人生大作 不是什么看见听见台湾系列的 而是从客家师傅手中 讨交来 入口Q谈 充满咬劲的烟熏鸭肉 小店门口 烟熏的大临里头 秘密武器 用的是炸糖跟白米 要保持锅子里面有烟 然后你的火又不能太大 我也曾经火就开太大 结果那个里面就干掉 然后里面火就烧起了 表面上和我们堆打如流 吴凯明心里却清楚读人描述 因为风大表示我们 锅子里面的烟会被吹走 那你势必要有时间再延长 眼观烟色再观风向 他说崖子的成败瞬间 就在烟色一系油灰转黄的 这个关键 反正就是要尽量让锅子里面 保持有黄色的烟 然后这样下去做调整 然后在那个时间里 掀开锅盖 确保每一只鸭披上淡淡蚝黄 老板娘接过手 又是一番细活 有 他刚开始不是很愿意 就这个不是他喜欢的行业 还是以前卖服饰还有保养品 是他的专业 也不会很拉他 就是你做吃的也可以不拉他 就是那个行业你比较不习惯 对 像之前在梅花湖有客人过去 他以前买衣服的客人 然后去找他 然后他刚好坐着地上洗碗 那个客人说 玉佩 你怎么变成这样 小店门口 舍不得丢的人形模特助理着 原来夫妻两层 在新竹开店就卖鸭肉 却因压力太大孙子困难 后来转战精品服饰业 若不是这两年孩子大了 加上服饰景气下滑 做老婆的实在不愿先生 重拾锅产 他原本叫我不用帮忙 他一个人做就好了 可是不行 这个没有两个人帮忙不行 停步的吴凯明 随成自己只是70分的onsight 店里头却不难看出 大男人的体贴之处 比如这双爱奇鸦片沙拉 叫上的就是另一半最爱的sauce 还有他说啊 这辈子踹过任何行业都不难 最难经营的事业 就是跟老婆大人24小时 从不相离地相处 因为周遭的人如果说 跟太太一起工作的话 后来在一起的那个 机率好像都不太高 那你意见 有时候两个人意见也会符合啊 老师老板第一 老师是我低头比较多 他有时候凶险很凶耶 镜头下处女做老板鬼毛起来 可不是开玩笑的 举了一呆的厨房 不过几分几秒钟 总能见识到吴凯明 洁癖乏作的模样 这个沾板都快要被你散开 所以要买房啊 太用了 另外炒面掺鸭油 客人再多也要一盘一盘分开炒 干面就是非要有或其不可 汤面同理可证 更别想偷懒了 台语的话 内行人都会说 淋米厚 鸡油豆 就是把那个油面煮到透 卤锅里 客家红烧肉的滚汁 原来是鸭面糖头的法宝 而说起这一锅不加水的烧肉 竟是三十年前 同学妈妈招待的家常味道 念书的时候去同学花莲的老家 去那边玩 晚上就是回到她家 她妈妈都会煮 二十岁的时候 那现在将近快三十年 那个味道都不会忘记 你再帮我一下 你觉得它锅肉是什么 到底 其实比较像妈妈做的味道 好吃 做吃的就比较少人 还是坚持原味在做 生意好的时候 就会开始想要大量 那我自己是先想好 万一以后真的有机会 生意好的时候 就也不想做大量的方式 妈妈的味道雅致自然 撑着烟熏鸭 尽管一菜一汤一肉一饭 都是吴凯明夫妻俩 坚持慢慢来 一点一滴 浓缩而来的精华岁月流展 这么多的方式 二十五分钟 都会想要大量的判断 一切的方式 就会想要大量的 一切一切 三十五分钟 似乎你 一切 二切